怒对黑粉,陈志鹏因没开美颜被潮,直播间再次激发重怒 想当年,小虎队一出来,可以说是最早男团的鼻祖,在那样一个网络并不发达的年代,小虎队都能火遍大江南北可以说也是有绝对实力的 但是其实小虎队的三个成员,陈志鹏的发展一直比不上苏有鹏和吴奇隆 其实也许是外形条件,也许也是机遇问题,在最火的时候,陈志鹏不得不离开组合去服兵役 后面苏有鹏和吴奇隆单飞,苏有鹏的倚天屠龙记,吴奇隆的步步精心等等都让他们稳稳地立足了娱乐圈,但是关于陈志鹏的新闻确实不怎么好的 因为那时候陈志鹏签约的经纪公司总是要陈志鹏穿着一些奇装衣服进行演出和唱歌 这也让很多观众对于陈志鹏的印象几乎是降到了最低 后来陈志鹏和原公司解约之后,才慢慢地恢复了正常,一直到参加追光吧 哥哥,熟悉的舞台表现力,让陈志鹏再一次翻火了 不过最近,陈志鹏又因为其他的问题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众所周知的,很多明星艺人都纷纷地加入了直播带货的队伍中 陈志鹏也不例外,但是他的直播间却显得分外有特色 这样的特色在于,陈志鹏的火爆脾气 因为自己在直播间没有开美颜,所以状态显得不是那么好 就引来了一些黑粉的吐槽 没想到陈志鹏非常生气地对了这位网友,并且叫助理把该人踢出去了 这波操作着实是在硬刚了 而对于有一些消费者表示他直播间的一些东西比其他的直播间要卖得贵 陈志鹏更是非常生气地表示要他找售后,别找自己,简直是让观众瞠目结舌 好不容易积攒的人员,希望陈志鹏还是别浪费了